不过特别注意喔 这里因为 第一个可能他增加一个什么 性别男性跟就性别男女之间的差异 第二个是说什么呢 大专以上 意思说学历 第三个就是说收入 所以会有三个栏位 所以未来你可能会需要有 一定要有性别栏位 所以如果你没有性别栏位 你就没办法统计嘛 第二个是可能你的学历的栏位 学历栏位有你就办法统计 第三个是你的收入栏位 OK所以你做有时候做问卷的时候你要取得资料也要完整 不然的话没有这个栏位 很抱歉你也统计不出来 我怎么知道他是男生女生 那可是问题来了刚刚做完之后 如果你是旧的版本 其实 你 可能就会有问题像我们刚刚的旧的版本 假如你做完之后顶多啦 性别部分也许可以再拉到那个报表筛选 这边也许还可以 在一个男女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还要什么 性别 然后再来一个是 教育程度 其实你还可以再拉到教育程度 还可以再拉到报表筛选 还可以再一层 比如说 假设我要统计女生 然后她的什么呢 大学以上 包含大 大专以上 那如果你要多选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这边 记得下面打勾 然后 大专 其实包含 大专以上按确定 那另外的话也许你的收入是3万块以上 所以这边还可以在一个条件 3万块以上 那以上的话一样是多选 所以这边要打勾 然后3万块以上的话就是这两个打勾取消 3万 01 到5万以上 OK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做法是 如果你是 2010 以前的版本 因为 我刚讲过 你没有那个什么 交叉分析的那个 那个筛选器 的话 那很抱歉 你就只能用这个方法 只能放在 报表筛选里面 其实做出来结果应该OK 只是说 你变成你要放那个位置 但是如果说假如 我们今天是新的版本 因为我在 讲义里面是用新版本 因为可能还是要考虑到那个 旧版本 相容性 所以我这边 那如果移除它的话 把它分别拉到上面去 如果说我今天我不要那个 报表筛选器的话 那其实做法跟刚刚一样 这个有点像做网页一样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里面的话就是 选项 插入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再来就是针对你要 再进一步 就是针对 刚刚已经有的 设计杂志跟年龄 如果你这些条件都 还不够 你还要再往里面 再深入的去分析的话 那你就在针对什么 性别 再来就 性别然后教育程度 月收入 这个打个勾 OK 那不过你会发现 他好像有点像要你自己再调一下 所以其实 这个变成说你要把面板调 而且要调整到 适当的位置 所以我的习惯是第1个 先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否则的话他面板太大了 有点占空间 缩小到那个大概不占空间 一个可以两个选项 的状态 那教育程度的话也是把它缩小 把它稍微移动一下 他其实是可以 让你自由的移动 但是你也不能压太扁 底下东西会看不到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把它移到这边来 那这个月收入的话就把它移到旁边 好 再来颜色把它变更一下 跟刚刚前面有一题练习差不多 就把它换个颜色 尽量就是不要让每个面板都长一样 尽量就是说有个别的颜色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做一些设定的话 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 再把那个我要的 条件 其实跟刚刚那个报表筛选有点像 那我只是说第1个 我这边有已经有筛选了吧 那你会发现 如果刚刚报表筛选做过的 它其实也都会帮你记下来 所以两边好像相通的 也就是你即便把刚刚那个报表筛选 的 栏位拿掉 但是它好像筛选会把它记下来 所以我刚刚什么东西动 但是它 已经 把它记录在里面了 OK所以你如果要重新再来过的话 记得就是从这边 移掉 移掉 OK然后再来一次就是 我如果要女生 然后大专程度以上 大专程度以上特别重要 如果多选 在那个报表筛选记可以打勾 可是问题 在这边呢记得没有打勾怎么办 按砍凑键 大专跟大专以上 按砍凑键 另外的话 收入在3万块以上 这个 按砍凑键 OK 这样的话呢 就会帮我把要的 筛选出来 OK 其实我感觉 这两个好像感觉是 蛮像的东西 差别只是说 这个看起来比较花俏 比较能够 吸引人家的目光 但是我觉得 反正功能啦 最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栏位 你要做 细部的再分析的话 可以用什么 这个 就是交叉分析的筛选 器 帮你完成 这个步骤 然后最后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就是把它 移除掉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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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完成了 那这部分的话 就是 再筛选的功能 请各位再试一下 另外其实 你们可以再 再想一下 就里面 像我觉得 这里面还可以再了解的几点 比如说 DF栏是月收入 跟每个月花在买杂志上面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越有钱的人 收入越高的人 买越多书呢 这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 也许你可以想想看 另外的话 就是 到底男生 喜欢买书呢 还是女生 比较喜欢买书 看起来好像 这没答案 反正这里面有问卷 只是我觉得有些 如果有大数据分析 有些数据data的话 有些问题好像似乎 都在数据里面 可以找到答案 还有那个交易程度高低跟 购买书籍的金额 会不会是成正比 诸如此类的 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也许请各位利用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 配合枢纽分析图 看能不能抽丝拨检找到一些答案 当然你也可以替换一下 可以把你工作里面 那些data 有没有 把它整理 不过前提记得 如果你要分析什么东西 你要那个栏位 而且那个栏位 如果是数字 尽量保持数字 你不要 就是有些人 这个数字 如果你要加总 一定要让他里面就是数字 你不要什么 就是 数字后面又有什么单位 那单位记得要把它拿掉 OK那请各位呢 试着把 这个 刚刚讲的 有关 就是 再加上那个所谓的 交叉分析筛选器部分 再试试看 然后 刚刚有 提到了几个问题 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不妨可以再试试看